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來了許多重量級的前輩們 那相較之下我們算是非常新的公司跟品牌 那我知道台灣也蠻多中小企業跟新創品牌的 所以今天我就是 僅代表新創的這樣一個品牌跟大家分享 周處長常常講的 從Zero to Hero 還沒到Hero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從0到1這一塊我們是 也有蠻多成功跟失敗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Holdman南岩堂的創辦人 我叫朱書璇 那在網路上面大家叫維爾老師 那我們是做男性的臉部清潔保養 我們一開始就是做電子商務起家的 那我先聊一聊為什麼我要做品牌 這故事要更久遠的故事開始 有些人應該聽過啦 這個新聞有報過 我一開始是做蔬果批發 那這個工作跟我的形象很跳動 他大概每天要三四點起床 然後去市場批很多貨 魚肉啊水果啊蔬菜啊很雜 那批到市場之後 我們要整理整理然後送到餐廳 但是做這個工作我那個時候做了第三年第四年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因為生鮮這個東西它基本上菜教是透明的嘛 你一個高麗菜跟人家高麗菜你憑什麼便宜要多五塊 所以它毛利率非常低 那再來就是你的生意很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要再請人 那人利率就是被人全部吃光 那我發現好像到最後都是在賺淚而已 探添嘛 然後後期我就一直在想 那要怎麼做才會有利率 那我發現一定要做出差異化 沒有差異化就不會有利率 那你做生意不會成功嘛 那剛剛好 因為我自己是陽明大學醫師技術系畢業的 所以我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會長痘痘啊 然後比較sensitive 那另外那個是我另外一個創辦人 他叫Ray 他經常在現場 那個時候他會跟著我保養 那身邊很多朋友啊 也都陸陸續就跟我拿保養品 我們就想說 好那要做一個差異化 我們來做品牌好了 那自然而然 我有這樣的經驗跟習慣嘛 我就說好我們來做保養品 不過做品牌講起來很 聽起來很難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想過一個東西 就是要做大眾市場還是立即市場 那我相信不會有人先客戶太多嘛 所以 這是common sense嘛 我怎麼能做 一百萬個人的生意 我幹嘛只做那一萬個人 所以以前我也不懂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就是傻傻的做 啊做得很開心啊 所以一開始我出了一個品牌 叫Backworld 我簡稱BK 這個設計 大家先先忽略 我自己看了我覺得還蠻有勇氣的 不過那時候我出了十八個產品 這個叫什麼大家知道嗎 這個叫做分數不計 來者不拒 哪裡通吃老少嫌疑 我那時候很開心 我想說哇我南瓜是我的市場 啊這個都是我的啦 所以做得很開心嘛 坦白講一開始也跑得不錯喔 因為身邊很多的朋友 真的會跟我們捧場 尤其是女生朋友 看到新的品牌就很開心 然後來買來買 那時候慢慢的我就發現 奇怪那回購率好像沒有想像中這麼高 那買一次兩次就不見了 那後面呢你會發現你的折數越打越低喔 七折 六折買一送一 最後沒有五折他們不買 好那真正讓我發現問題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做了將近 我們也做了很久啦 將近一年的時候 設計師也很開心的弄一個飄飄亮亮的廣告 然後要投Facebook 然後終於要跑的時候 我看著那個廣告 我看了三分鐘 我看不懂我在做什麼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美 但是我看不懂我在幹嘛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我那時候才驚覺一個問題就是 完蛋了 我沒有品牌定位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這個品牌一點個性都沒有 那怎麼辦 要放棄還是繼續走 所以我記得我大概有將近三天失眠 那長很多白頭髮 那白頭髮現在也還在啦 就是放棄嘛 我會覺得 那這一年的失敗經驗是不是就白過了 那我們得到的東西好像就白走了 那真正讓我繼續下去的動力是因為 我不想要繼續賣菜 因為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反正錢也燒得差不多了 那剩下一點點錢 跟他拼了 我就再背水一戰好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再試一次 那這個其實是我今天要講的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因為我知道在座大家跟我一樣都是新創品牌 我們常常在講新創品牌沒有錢沒有資源 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是坦白講 今天你就是有錢你也不知道怎麼花錢 那我那個時候再從來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再失敗了 所以我在這一年 我就盤點了我自己失敗的原因 所以我從而去思考 我到底為什麼做保安品 我不就是因為我自己需要嗎 然後瑞需要嗎 我身邊的朋友需要嗎 所以那個時候我坦白講沒有很多的觀念 不過我決定重新出發的是 因為我從我自己想要的 需求的東西去下手 所以我們決定從男生這一塊市場出發 那我做男性保安品 切入這塊市場的時候 坦白講是一個很大的勇氣 因為我們原本的客戶 女生佔了七到八成 我等於是整個砍掉重來 那很多人直接跟我說 你做男生市場 你滾死的 你一定失敗的 對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在創業 身邊有人唱說給你們的 你們應該快成功了 那那個時候我們指出了一支 市面上第一支 中衛男性開發的 氨基酸多功能洗面乳 那當時大家都覺得 男生洗臉嘛 就是洗得很乾淨 很乾澀 很緊繃 才叫清潔 很完整的清潔 不過我們應該是市場上 第一個去強調 男生也應該要溫和清潔 那你洗完要乾淨清爽 但是不能乾涉緊繃 所以這支洗面乳很快就獲得了市場很大的回響 那我也去思考嘛 我自己是雅民大學 有這樣的醫療的背景 我為什麼不去自己代言自己的品牌 我自己當網紅 所以我就開了一個南岩智這樣的一個保養文章 那我也錄了我也有hold住這些教學影片 大家有心都可以上去看 那裡面我們都保持文章的中立性 就是靠近客觀跟科學的這一塊 那也所有的內容都是堅持原創 去跟客戶用簡單的方式去溝通 那這些都不用花錢 這些就是我覺得大家要去懂得你自己的優勢啦 不然我們往往都看大家各位成功都 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大家前面都這麼厲害 可是為什麼我們怎麼學 就是沒有辦法成功 因為你不是他 他有的你沒有 但是有可能你有的別人也沒有 那接著就是當然我們受到很多的關注嘛 那台灣也有很多的新聞媒體報導 在這些助力之下 我們很快的就有爆發性的成長 所以洗面乳啊 其實短短三年賣了超過16週一年的高度 那我們業界從三年之內 從三百萬成長到三千萬 那現在也還在成長中 那我們同時非常注重服務這一塊 所以在Google還是FB還是蝦皮 我們的評論都將近滿分 那就是公司大家共同創造 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當然你有點成績啦 很多人就會開始問我說 欸Will 到底什麼是行銷 那行銷怎麼做 我常常聽到這個問題 喔 大家FB啊 IG啊 一大堆工具 怎麼做我要追不上這些工具耶 那這本書叫《富豹豹熊爸爸》 我相信在座各位不一定看過它 但是一定知道這本書 那這本書這幾年來啊 它翻譯超過五十一種語言 熱銷到世界各地 那我想問大家 它是因為它的內容寫得很好 所以它翻譯成超過五十一種語言 然後賣到全世界各地 還是因為它翻譯超過五十一種語言 賣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它熱銷 那這個結果 原因跟結果不用我講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要講的是 其實行銷它是一種溝通方式 你今天不會拿一個德文的書 跑去法國的市場去跟它溝通嘛 那很多人都說行銷很難 其實IG是一個工具 FB是一個工具 傳統媒體是一個工具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客人是誰 然後你自己是誰 你的客人在做什麼 你的客人的興趣是什麼 你才知道要去哪裡找他們 所以我覺得現在做品牌 坦白講 以前我們都講我們 品牌是我們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 這幾年來 其實真正的主角是客戶 你要把主角 你要把這個spalight 打到客戶身上 那你才會跟它有共鳴 所以對我來說 行銷就是一種溝通的語言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短短三年 我們就要去做rebrain 那講到這個rebrain 因為剛剛Process跟那個 周書長都講過 其實rebrain它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因為我們公司沒有那麼大 所以可能沒有像各位前輩要做到兩年 不過光是十個月 我就覺得 哇 好可怕 因為真的我們內部 大家都很有個性 所以在做這個rebrain的過程 非常多的argument 那透過廣告公司這樣的合作 我們其實目的就是希望我剛剛講的 我們能夠更清楚的了解自己 在市場的定位跟這些價值的東西 因為一開始成功其實自己也迷迷糊糊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到現在還是有點迷迷糊糊的 對 但是 但品牌在一路上的過程它會越來越清楚 所以rebrain之後我們就 有更清楚的我們的定位 我們就是定位在 中維亞熱蛋來性膚質研發 我們的產品就是講究高效舒適安全 那因為台灣區比較知名的保養品牌 多半都是歐美 日本 韓國 但是這是大陸型氣候 它未必適合台灣的環境 那我們當初就說了 做保養品就是因為我們自己要 所以我們這個定位就是 為了台灣亞熱帶這個區域去做研發的 那我們品牌願景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將這個品牌帶到東南亞 成為一個國際的知名品牌 也可以讓大家國際看見 Made in Taiwan有這樣的一個品牌的利馬 那我們品牌承諾就是 讓你真實的改變的南岩專家 這個承諾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 是沒有變過的 那目前是我們的slogan 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實踐的東西 那一個很重要的南岩堂的精神 就是我們不賣產品 我們是在分享產品 我們講We don't sell we share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核心精神 所以我們相信我們喜歡的東西 我們分享給客戶 客戶一定會喜歡 我們甚至於會叫客戶不要買產品 因為我說你這個兜太嚴重 你趕快去看醫生 沒有品牌會這樣子做 我們還會罵客戶 就是你不乖 叫你這樣講你不聽你活該 對 那我們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為了客戶好 所以在分享的過程 它就會特別有力道 那我們這一次的rebrand 也有一個新的logo 這是三條線嘛 就是我們自此之後 一個三條線的洗面子 這樣的暱稱 那其實它是由Holderman那兩個H 小H構成的一個logo 那這兩個H呢 一個代表human 一個代表humble 那human不用我講嘛 就是人 因為我從剛剛到現在都在講人 其實品牌的核心價格是人 產品是人在用 所以以人為本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humble呢就是謙虛 換句話說 它就是告訴自己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初衷 那堅持做對的事情 那rebrand之後我們 不好意思 這個是rebrand之前的樣子 它是比BK好一點 但是也不差 但是它就是少了點個性 少了點個性 少了點識別性 那rebrand之後呢 我們的品牌變得更簡約 那更有時尚感 也更有國際感 那我們也在台北101 就是今年五月有辦了一場記者會 那現場來了許多的記者媒體朋友 那最讓我們感到驕傲的是 我們有拿到 韓國K-Design的這個一個設計獎 那K-Design它是目前亞洲三大設計獎之一 他們也很aggressive的在發展他們自己的品牌 那上個月我有跟我們的設計師去首爾領獎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首爾 我有注意到就是 首爾的大街小巷啊 每一個角落都充滿著設計的驚喜感 我就知道這個國家是真的是把設計 融入生活的一個民族 那這個對我其實有帶來一些啟發啦 那同時我們產品也有拿到FG的 測試大隊的GO那個評鑑 然後我們今年也有參加經濟部的 108年度的破格核出的那個新創企業獎 那這個都是rebrand之後的成果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9月台北的成品武昌西門店啊 第一間實體店也開幕了 那為什麼要開實體店 其實不完全是為了營收 因為網路電商做得再怎麼好啊 我們總是缺了一塊就是體驗 那這一間店它其實我們很著重在跟客戶更 因為我們講分享嘛 用更面對面的方式去跟客戶有更進一步的 更有溫度的分享跟連接 那我覺得O2O將來一定是品牌的主流啦 不管是線上線下其實缺一不可 那怎麼樣將它串接也是我們一直在 不斷地摸索學習的課程 那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去看看我們的貴位齁 那最後就花一點點的時間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形象影片 看一下我們是怎麼去表現我們講堅持 然後自信改變魅力這樣的元素 這個是我健身房的一個朋友 所以大家有沒有推薦的model 也可以幫他引薦一下 我滿缺model的 對 我說其實你身邊有很多資源 不一定要花大錢啦 但是要用對地方 要找對資源 這個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最大的主題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有興趣啊 也可以掃我QRcode 或者是上FB 可以搜尋我們的HOLDMAN 南岩堂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也就是希望我今天可以帶給大家收穫啦 那祝福在座創業的各位啊 未來可以一帆風順 應該是說突破崇尾啦 然後事業真正日上 那謝謝大家 謝謝